你知道吗?肾脏病竟然也会导致贫血 一位30出头的小华 平时身体还不错 但近几个月总是很疲惫 脸色苍白 有一天他只爬到家里二楼 竟然爬到一半就喘不过气 眼前一黑 差点昏倒 就医后医生告诉他是肾性贫血 诶等等 肾脏跟贫血也有关系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隐藏的关联吧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 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 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 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生里程碑 我最近达成了捐血100次的记录 我从17岁开始就固定捐血至今 这也让我更了解血液的珍贵和重要性 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因为一些意想不到的原因导致出现贫血 今天我们来谈谈其中一个很常被忽略的原因 满性肾脏病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只是起身眼前就黑了一下 明明睡饱了但还是疲惫不堪 爬个楼梯就气喘吁吁 你可能不以为意 但你知道吗?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 可能都是身体在暗示你贫血了 大家都知道贫血吧?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身体的红血球太少 或是红血球里面的血红素含量不足 导致攜带氧气的能力下降 一般来说男生血红素如果验出来不到13克每分身 女生不到12克每分身就是贫血了 不过贫血的原因其实有很多 像是缺铁性贫血 地中海贫血 胃出血等等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 肾性贫血一听就知道 跟我们肾脏脱不了关系 我们的肾脏大家最熟悉的功能大概就是制造尿液 帮我们清掉身体的毒素和多余的水分 但其实这位默默耕耘的幕后大臣还身兼多职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但很常被忽略的任务 就是分泌一种叫做红血球生成素的荷尔蒙 英文简称EPO 你可以把红血球生成素想成一位超级通讯兵 他会冲进我们骨头里的骨髓造血工厂 一边挥手一边大喊快点快点前线缺氧了 赶快大量产生红血球救援 那么肾脏到底发生什么事才会贫血 原来当肾脏功能下降时 他分泌这个超级通讯兵 红血球生成素的能力也会下降 就让通讯兵突然罢工 骨髓这个造血工厂接收不到信号 红血球生产效率自然就大打折扣 研究显示慢性肾脏病在不同阶段 贫血几率大不同 第三期的肾友大约每十人就有一人贫血 到了第四期更飙升到六成 更可怕的是第五期末期肾脏病的患者 超过九成都有贫血困扰 所以肾脏功能下降 贫血真的很常见 而且要非常重视 开头的例子就告诉我们原本能正常生活的人 竟然会因为肾性贫血 连爬个家里的楼梯都像在跑步 跑了一场马拉松一样喘不过气 这是贫血很常见的症状 贫血的症状像是容易疲倦无力 脸色苍白 稍微动一下就喘个不停 甚至头晕目眩 这些看似普通的状况 其实都是身体带发出警讯 长期下来就像汽车引擎缺油一样 不仅运转不良 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受损 研究明确指出 肾性贫血不仅会加重心脏负担 大幅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还与住院率和死亡率显著上升都有相关 因此千万不要忽略 肾性贫血这个隐形的 健康杀手 如果真的被诊断出肾性贫血 也别太担心 现代医学提供了不少能够帮助我们的好方法 传统上主要治疗的方式就像是在帮我们 红血球工厂恢复生产的不同策略 第一补给原料 铁质 这就像盖房子需要砖块一样 铁质是骨髓这个造血工厂制造红血球时 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 如果检查发现您的肾性贫血是因为缺铁引起的 医生通常会建议您优先补充铁剂 让工厂有足够的材料在开工来制造红血球 第二直接刺激 注射红血球生成素 它的作用是补充身体内生性不足的红血球生成素 就像直接派遣更多更强力的通讯兵到骨髓这个造血工厂 传递更清晰更急迫的加速生产红血球指令 你可以想象直接给骨髓工厂下达提高生产效率的指令 这种药物通常是皮下注射的方式给予 有些肾油可能会需要定期固定回诊到医院施打 第三紧急救援 输血 这是能够快速提升血红素缓解缺氧的手段 但是长期输血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和副作用 例如铁质过量堆积 感染 以及产生可能影响未来肾脏移植的抗体 特别是对于未来有患肾打算的朋友来说 产生抗体可能会增加将来手术的困难度 因此输血通常是摆在最后的应急选项 近年来圣性贫血的治疗出现了一项令人期待的新选择 缺氧诱导因子稳定剂 这项疗法的背后 源自于一个对大自然的关键发现 科学家观察到 长期居住在高海拔氧气吸薄地区的人 例如喜马拉雅山居民 体内的红血球数量普遍偏高 能有效适应低氧的环境 这引发了科学家的好奇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拥有这样的造血能力 研究后发现 关键就在一种物质缺氧诱导因子 Heath 它会在缺氧时被启动 促使身体分泌红血球生成素 进一步刺激骨髓制造红血球 这项发现也让相关研究在2019年 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简单来说 骨髓是制造红血球的工厂 红血球生成素是传递 加速生产指令的通讯兵 而缺氧诱导因子则是总指挥 当身体缺氧时 缺氧诱导因子这个总指挥 就会感知到缺氧警报 发出增加生产红血球的讯号 促使红血球生成素通知骨髓工厂 加速生产 于是聪明的科学家就想 如果能够稳定这个总指挥的存在 就能够让造血生产效率更好更稳定 这正是缺氧诱导因子稳定剂的作用基转 它就像是一个保护罩 能延长缺氧诱导因子这位总指挥的寿命 让它不要太快被分解 这样一来它就能够持续发号施令 叫身体多制造红血球生成素 最终不但提升血黄素的浓度 还能有效改善肾性贫血的症状 某种程度上 它是让人体模拟高三缺氧的环境反应 让身体自动启动造血 更值得一提的是 缺氧诱导因子稳定剂是口服药物 这对于尚未洗肾 或者不想打针的肾友来说是一大福音 目前已经有多种缺氧诱导因子稳定剂 这类药物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良好效果 部分药品也一定在台湾上市 研究指出缺氧诱导因子稳定剂 对于提升血黄素的效果 可与传统的红血球生成素注射相当 当然是否适合使用这类新的药物 能虚由医师依照个人病况进行评估与处方 无论是传统的红血球生成素注射 还是新型的缺氧诱导因子稳定剂口服药 治疗肾性贫血的目标 都是让我们的血红素维持在安全又舒适的范围 对于非透析的慢性肾脏病患者 目标血红素通常会设定在10到11.5克每分身之间 略低于正常值 并避免超过13克每分身 不过最终目标数值还是要根据每位患者的情况不同而来调整 这边提醒大家务必要记住 对于慢性肾脏病患者来说 血红素其实并不是越高越好 因为研究指出如果我们将血红素拉得过高 反而可能会增加中风心血管疾病甚至死亡的风险 因此我们血红素维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即可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肾脏不仅仅是负责排尿 更掌管红血球的制造 当肾功能下降时 红血球生成素就会减少 可能会产生肾性贫血 出现喘、泪、昏沉等症状 如果你最近经常感到疲惫 脸色苍白、体力变差 别忘了,检查肾功能和血红素 及早发现才能及早治疗 更好的守护健康 随着医疗进步 除了传统的红血球生成素注射 还有新一代口服药物 缺氧诱导因子稳定剂可供选择 慢性肾脏病患者应该要定期追踪肾功能 并随时留意贫血相关症状 并与肾脏科医师沟通 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的身体健康允许 也欢迎卷起袖口 加入捐血的行列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 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 我们下次见 拜拜